8月5日晚 辽宁丹东的赵女士与女士等几个朋友相约在家吃饭 这眼瞅着 饭吃得差不多了 赵女士突然感觉不适 脸色苍白 汗珠子直往外冒 而且症状是越来越严重 开始气喘干呕 说话也不利索了 几个人急忙搀扶赵女士下楼 将赵女士送到了丹东市中心医院 检查结果显示 赵女士的血压偏低 心理增快 又明显一全积蓄中毒症状 赵女士随即被送进了抢救室 医生表示 赵女士是中毒了 症状就是平时咱们所说的头包救酒后的症状 这让赵女士的朋友们很纳闷啊 这几天 赵女士确实因身体不适服用过头包类的药物 但是她也没喝酒啊 医生说 头包救酒并不是说非得直接喝酒 而是指头包类的药物和含酒精的食药品一起吃 就会发生化学反应 比如说 结属的霍香正气水 其中就含有40%到50%的酒精 使用之后不仅可能会造成酒驾 如果说与头包类的药物一起吃 也会引起中毒 严重者可导致死亡 大家开始回忆 当时赵女士和朋友的餐桌上啊 有一道菜是拌青虾 辅料为白酒 再加上赵女士呢 体质特殊 中毒反应剧烈 所以发生了险情 好在朋友送医疾时 经过针对性的治疗 赵女士脱离了生命危险 如果稍微大一点的话 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啊 对此啊 医生提醒了 头包救酒 说走就走 这句顺口溜指的可不光是专属的酒类食品 只要是含有酒精类的食物 遇到头包类的药物 都会造成以全积蓄中毒 甚至引发严重不良反应 导致死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